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参议院欲推出临时支出法案 是否缘污成关键 在众议院支出法案陷入混乱之际 两党参议员周一深入谈判 讨论如何通过一项临时法案 以避免政府在本周末被迫关门 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临时法案能否通过的主要证结在于 是否要在其中加入新的原污资金条款 或者是出台一个不包含该内容的干净法案 以得到更多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 共和党将举行第二场初选辩论 哈庆森调队 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庆森未能获得本周共和党第二场初选辩论的资格 另外七位跟哈庆森一样参加了八月份首场辩论的人 将于周三27日在加州重新登台 这意味着七位参选人符合捐款人民调的资格要求 同时他们还签署了包括支持共和党最终提名人在内的承诺书 而前总统特朗普虽然轻松符合前两项资格要求 但是他拒绝签署承诺书 好莱坞编剧与资方达成协议 演员仍在斗争 上周日晚上 好莱坞的编剧们与各大娱乐公司就一项新的劳资协议达成初步一致 不过电影电视业想要重新焕发获利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 数万名演员仍在罢工 双方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交谈 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 演员工会的领导人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但是各大电影公司在8月初决定首先与编剧达成协议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演员工会主席弗兰德雷斯切的激进言论 火灾一个多月后 毛衣岛部分居民获准返家 在夏威夷毛衣岛大火一个多月后 部分因此失去自己家园的居民周一开始了一场痛苦的回家旅程 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准进入受灾的地方 看看自己被烧毁的房子 毛衣岛紧急事务管理局临时局长达里尔·奥利维拉说 他们正在努力将潜在的危险或有毒粉尘的扩散控制在最低限度 要求居民们小心行事 还表示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些解脱 科学研究证明 长新冠是生物学疾病 在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后 数百万遭受长新冠困扰的人终于有了科学证据 证明他们的病情是真实的 周一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 为这种难以琢磨的疾病的病因提供了线索 专家表示 这是首批证明长新冠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学疾病的研究之一 科学家们发现 长新冠感染者的血液存在明显差异 前总统特朗普的发言人周一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其中显示特朗普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家枪店 并且声称刚刚购买了一把格洛克手枪 尽管他随后删除了推文 并且澄清特朗普只是表态想要买一把手枪 但是这段视频还是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特朗普在两起不同的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数十项重罪 他的这一行为是否合法遭到强烈质疑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